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老吴今天跟各位聊一下吴宗成自媒体工作室 老吴看好戏里面都有讲 我们想想想看一个艺术作品 它的原创者就是第一度创作 原创第一度创作 再来就是谁来演绎这个 如果你是写小说 现在小说要演成话剧或演成电影 那这就是第二重创作 第二重创作的主导者是谁呢 导演 如果你是写这个曲子的话 第一重创作的是作曲家 第二重创作的人是指挥 指挥诠释你这个曲子 是这样诠释的 第三度创作者是什么 是听众 就乐听者 同样的东西依水事件 你看到这个画面 看到这些音响 你的心态跟你隔壁那个观众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们两个人有不同的阅历经验 他的阅历经验跟你不一样 所以游上你看到这么简单 这么稀松平常的场面 他稀稀疏疏在那边哭 你完全哭不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 你看到旁边的人 大笑 你觉得一点也不好笑 你只有一个觉得说 自己像孤岛一样 你干脆站起来 走到后面走廊那边看电影 免受干扰 这就是因为阅历不一样 大家的基点都不一样 他这边就举几个有趣的例子 他讲说 这个导演对演员说戏 就是导演导戏的时候 要跟他讲说 这个你要怎么做 怎么怎么样 免不了又动用大量的 知性分析法 但这些方法 并不能够保证演员 把握住角色 把握住戏剧情景 你说这个角色 犹豫和懦弱 演员领受的 只是两个性格概念 而不是这个角色 你说这个角色 一半是哈姆雷特 一半是奥赛罗 但哈姆雷特跟奥赛罗 仍然是这个角色 第三个 你援引曲癖 说这场戏的意味 薄像某句唐诗 而这个戏剧动作 是很像一个某一个预言 演员茫然的点头 其实他没懂 有听没有懂 事有所误又事有所获 一看他的表演 仍然不得要领 于是这个导演又跟他讲 你会找来 跟这个戏有关的历史资料 图片 照片 让演员们揣摩 演员们用功照办了 但心底是还是摆头不了 一个暗盾 就这样 磨磨蹭蹭 消消停停 过了一些令人烦闷的日子 突然有一天 演员跑过来说 向你惊呼说 我找到他了 为什么 他开窍了 他入戏了 原来你要 你要找的那个人 我现在终于磨熟了 你想要表达 这个人的个性 他从心底贴合了 那个角色 一切心理律动 一切举止行为 均以一应俱全 这是一种生命 与生命之间的搜寻 这是黑箱 与黑箱之间的互换 一旦撞合 则从心理到心理 全盘轰鸣 这便是最深刻的直觉把握 获得了这些把握 什么分析也不存在 也不再存在 让演员用理智分析的方法来论述 他所成功扮演的角色 越是天才演员 越是苦恼 音乐家更是如此 就像 就像那个 有一个笑 有个笑话 以前台湾的云门舞集 他跳舞的时候 找了一个音乐家 做曲 音乐家 劳神苦师 做了曲子之后 然后做了录音带 是磁盘的录音带 然后这个 这个磁盘录音带 拿给这个 编舞家 编舞家就开始 放这个音乐 然后随着音乐律动 然后编了舞 编了舞之后 这个就要找这个音乐家 来看嘛 所以你这个音乐是 我们先把这个音乐的曲子 编成这样 结果音乐家来看的时候 吓了一大跳 他居然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带子倒反了 是从倒的放的 他曲子是这样做的 他倒的放的 结果编了一首 编了一首 一个舞曲 这个曲子 编了一首 一个舞作 这个很好笑 那这个情形就像说 你把画挂反了 在画展上面 这个例子太多了 不胜每一句 这就是 这就是 所谓第二创作 第三创作 乃至第四创作 第五创作 等等等 就是这样 艺术这个东西就是 人言人书 那因为根据什么 根据每一个人 不同的阅历 来划分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